Wu.tv 硬要講話張柄算了 合數的經驗算是有 但是都是短期的 沒有說真的很長 因為我現在自己的工作是 我是有開一間甜品店 所以說我的上班時間幾乎是中午後 會煮啦 煮雖然能不能吃是另外一回事 我自己吃是可以 但是租給別人吃我們還敢 定律公司當義務當了將近快四年吧 那我覺得那段時間給我的改變蠻多的 後來就有一個想要開店的念頭 甜點這方面就是本身我自己很喜歡吃 然後再加上說做這些東西我覺得在摸手下我覺得還OK 然後就慢慢往這方向發展 所以說我中間也有停了一年 就是在準備這個開店的東西 女生喔 我喜歡女生啦 意思可能講不出來可能就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目標的人我覺得會比較好聊天 呈現多少會 但是我覺得主要還是要 如果你自己有的想法我覺得比較重要 以前我有玩過樂團 但樂團就沒有玩 我是鼓手 高中玩到當兵前 然後到我的樂風是我覺得比較小重點 藉屬那一種 因為我家裡本身是單親家裡 回到家妹妹又常常出去 媽媽又長期在外工作 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我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一起相處 或者是認識一些不同的人 所以我就還蠻有興趣的 律師就來報名這樣子 在一個行銷公司底下當平面設計師 所以早上起床就是上班嘛 那下班之後 我通常都會跳舞 玩滑板 或者是上一些線上課程 三六十七年 真的啊 三六十年 我算是圍結屁吧 圍而已 沒有沒有都很嚴重 看到地上有紫秀 我是會去想剪起來 說是V-BOY 不過我現在比較喜歡混 隨便來 就是Freestyle 如果我心裡有 對他有一些想法的話 可能會被害羞了 就單身 那紫青年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 就很GURB那樣子 對對對 大菲是唸人的摩特鞋 我算是對音樂比較有興趣 我高中的時候是唸音樂的 大本來就是開音樂教室 一個月兩個月這樣子 就是因為一部戲 然後我們住在一起 我現在算是 自由業 比較長時間是在家裡 早上起來 9點左右 咖啡廳 看過我比較有興趣的書這樣 6點左右 對著在家裡 是失戀 喔對 馬上起 本來想說離開台北 外面住 這樣就覺得 外面住也很花錢 如果有個機會 可以就是在不一樣的地方 就算被轉移住一粒 我寫了超多話給他 就是網徽 六個信 很長的信 而且都是那種大卡 你就寫得滿 可是他只給我一句說 謝謝你 這麼愛我 祝福你 就是對我來這邊很傷心 對我來這邊很傷心 對我來不及看 我現在是19歲 然後我現在是一個大學生 然後也是模特兒 我也是舞蹈老師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愛講話的人 就照前其實是會有運動習慣 我家是看不到家 我是13歲 我已經在公司7年了 有時候會待在家裡 然後有時候如果有工作就是出去工作 然後大概也都是差不多5、6點 或7、8點的時候會回家 習慣4、5點吃晚餐 晚餐的話幾乎都是吃菜類 就不吃澱粉 好像大概100多 就去便當店 然後只買菜跟肉 還有嗎 都說我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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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講話 可是秀也接 廣告也接 然後平面也接 戲劇也接 算是可能會有一點點亂 但是亂中有序的 不要長亂可以 她是女男生 我喜歡有藝術天分的男生 就比如說她很會畫畫 或她很會唱歌 或跳舞 我希望就是 就是找年紀又大 現在做的職業就是編劇嘛 自己也是演員 所以有時候也下海去演 平時的休閒娛樂 看看電影 看看小說 看看A片那樣 我我有個特別喜歡的系列 有個系列很棒 是歐美 然後它叫Fake Taxi 很早睡 大概11點12點的時候 要聽到催眠頻率睡覺 有時候4點就會醒來 就是清醒一下 大概5、6點的時候 會不會去睡 7、8點的時候起來 如果有劇本的話 9點的話 要到工作室去開會 我真的吃了超垃圾 就是我媽開會 一直搖頭的那種 有時候會買 譬如說一個主食 然後再買三個麵包 這樣晚上就可以邊看劇 然後邊吃 我會煮 蛋包飯 咖哩飯 燉牛腩 滷肉 就是把滷肉丟進去 然後用壓力 我再壓起來 上一段感覺 大概 一年 畢業 畢業之前 高中畢業之後我就去國外 然後我一開始的時候在美國 在美國大概住了5年 然後之後呢 我又去法國 就是念研究所 所以其實我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是 居無庭所的 差不多9點 所以是我 常常會起床的時間 喜歡跳舞 很像Hip Hop Jazz啊 我喜歡跳哪個類型 目前是單純 那3點多了 喔 我喜歡的男生 喔 很喜歡獅子座的男生 我跟你講我都是一見中情 我很容易有crush 就是 我還蠻相信一見中情 喔 因為我的婚神心在獅子座 但是我最喜歡的男生 通常是兩種 第一種方式是 如果是一個團體 可是我跟這個人就是不熟 我就是會一直 不理這個人 就是你會發現 我喜歡誰是 很容易的 我都是一個團體裡 不理誰 通常我絕對喜歡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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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記得 你的 香味 在這 記得 你的 照片 在這 記得 你的 香味 在這 記得 你 會